好 接下來我們再做一些題目 這個題目只是要讓你確定一件事情 你了解你到底在算誰 它其實就是問你說你在算誰 如果我這樣子做 我是在算誰的 來 你量到誰的電壓 R1 那它沒誰的電流 總電流 算你大家都怎樣 一樣 所以就是R1電流 所以你帶的是R1電壓 R1電流就算了就是R1的電阻 OK 所以你帶就是R1 那如果這樣量呢 R3加R4 就是R3 R4怎麼樣 串聯 然後你量的是R3 R4串聯的電壓 然後同一個電流 對不對 串聯電流一樣 所以它就是R3 R4串聯的電阻 所以你量 你帶進去得到的就是它串聯的電阻 它串聯的電阻 OK 好 R3R4串聯的電阻 然後如果你這樣子量呢 就是R5跟R6怎麼樣 並聯 你量的是並年的電壓 然後呢 匯整起來總電流安培對不對 就是選個並聯當作一個的時候的電流 所以大概是R5跟R6 並聯的電阻 並聯的電阻 所以是R5 R6 並聯的電阻 它如果這樣量呢 R5 R6 它就是R8 R9 並聯以後再怎麼樣 再跟R9 R7 再跟R7串聯 所以是R8 R9 並聯會再R7串聯 我講過了 寫這個題目的重點是讓你知道 你到底在算誰啊 你們很多人寫題目之所以算錯就是因為 你根本搞不清楚你到底在算誰 你到底在看的是哪一個 所以要看你在算的是哪一個 OK 很簡單 那下面就是簡單的直接帶公式求啊 就是R等於愛分之V來求我們的電阻 公式叫做R等於愛分之V 電壓有嗎 有 0.5 電壓有嗎 有啊 1.5 那就好簡單 他說3O5 就是簡單直接帶 直接帶我們的公式R等於愛分之V帶出來 就有了這樣子 所以因此停車戰艦問 就是倒過來問電流多少 就是你有倒過來問電流多少 那你就需要知道什麼 需要知道電壓 還需要知道電阻 電阻知道的 電阻知道的 電壓是兩個1.5伏特串聯 那他的 那他是多少 然後又帶公式就會曉得 現在應該是換男生 你看男女沒有差嘛 換男生換男生 換男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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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換個男生 你們班沒有36 也沒有38 也沒有40 但只有32 喔喔 34 32 紅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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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 你說1.5 就是公式叫做 R等於 I分之V 要知道 R 要知道V就可以求I 重點是前面交過了 兩個1.5伏特串聯 串聯的時候電壓怎樣 相加 所以電壓是三伏特 電阻叫做兩歐姆 所以代替公式R等於I分之V 然後母是I分之三 而且I就是1.5 安培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1.5 這個是我們的 第一種算電阻的方法 就是代進去R等於I分之V 這個公式來算我們的電阻 這個是我們的練習的部分 OK